戏剧有喜怒哀乐 人生有他 就必定喜乐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永远不变 他昏迷了四十天 最初医生觉得他患精神病 每一次探望情况都越来越差 每一次他来看我的时候 他都会哭得好厉害 虽然亲人受尽心灵上的煎熬 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他 妈妈常说 我们的能力好有限 只有祷告了 人没办法 但是我们在书信中 彼此鼓励真的靠祈祷 醒了以后 他的精力成为别人的祝福和鼓舞 每一个人听到他的笑声 和他的见证 都自然而然得到很多的正能量 很多长者曾经向我反映 他是一个很有心的人 确实能帮助人 从南到北 一条全世界最长的街道 Yang Street Yang街 将多伦多分割成东西两边 随着时代的变迁 Yang街也承载了城市发展的起起落落 他好像一个长寿的老人 见证着都伦多的行圣 同时也需要人们更多的关注和保护 我们的身边也时常有许多的长者 在年轻时 他们推动并见证了社会的发展 但是在年老需要关心时 就被人忽略甚至遗忘 其实长者在各方面都失去了 健康失去了 金钱失去了 甚至一些亲戚朋友也去世了 所以他们有好多的失落 好多东西已失了 不见了 不过他们精神上的需要 是不断增加的 曾奇珍是一位注册社工 他非常关心长者心灵的需要 今天他和一群义工 带领长者唱歌玩游戏 很多长者曾经向我反映 他是一个很有心的人 确实帮助人 对任何族裔的人 他都很有爱心 他帮助了很多老人家 和他们的家人 他特别的地方 不光是解决老人居住的问题 他还很关心整个家庭的情况 他希望家人能够一同的合作 好好地照顾老人家 他从来不吝啬对人付出爱心 他真的真诚能够帮助他们 勇敢地面对每个挑战 他很认真 他对人的关心 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曾奇珍对长者的真诚 是因为他想把握每一个机会帮助人 我现在在老人中心工作了 我看到的病人告诉我说 就是那一刻 六十岁 七十岁 四十五岁的 忽然之间腿软 摔倒 全身麻木就中风了 就此改写他的一生 人生好无奈的 人生好无常 好脆弱 生命不是由我掌握 我也不知道今天我看到你 明天还能不能看到你 所以我的心情是 每一次都是第一次 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我会好好把握每一个机会 除了工作的原因以外 曾奇珍能够对生命有这样深刻的体会 是因为他也经历过死亡的威胁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曾奇珍 完成大学社工课程之后 很快就找到工作 已毕业我就有工作 是做精神康复者的社工 他做事很勤奋 很拼命 做社工的时候有时候很辛苦 因为你要面对很多人的困难 那么我们有句俗话说 人就将很多的事情放在你的身上 你要帮他人承担很多的负担 其实压力很大的 所以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毕业的人 其实工作压力很大 而我一向都是要求自己好高的 就算我们提醒他要小心身体 他都不听 因为工作有好多事要做 我也做得好兴奋 好开心 我相信做了半年之后 身体就一直走下坡 就是有时候发烧啊 有时感冒啊 就身体就比较弱了 在1984年 有一天曾气珍觉得很不舒服 当时他以为只是一般的伤风感冒 就当时呢 我的男朋友呢 就是我现在的丈夫Steven 就陪我到医院看医生 接着呢Steven就告诉我 我当天啊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失禁啊 语无人刺啊 肌肉抽搐啊 他的情况呢 是全乱了套了 乱讲话啊 手舞足蹈啊 最初呢 真的是很害怕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呢 第一家医院就 不知道怎么样去治 我就像一个足球一样啊 一直被踢来踢去的 我在五天内呢 被转送四家医院 连日来 曾气珍被转送到多间医院 但医生都束手无策 到最后他被诊断为 患上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在那个年代啊 在香港人的心里面呢 是一个难以启齿啊 也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 这个这种病啊 我看到他的妈妈呢 很无奈 我看到他的时候啊 我记得他是被绑住的 被那个绷带啊 都绑住啊 不让他动呢 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叫他 他只是看你一眼 他整个人都是很恍惚 很混乱 完全不能够说话 当时呢 他诊断我是这种病呢 就要吃这种药 但是呢 就吃了这种药啊 情况更差 服药之后 他马上陷入昏迷状态 那个时候呢 就觉得很无助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那么吃了医生处方的药呢 他就开始昏昏沉沉的啊 那么以为呢 是药的这个镇静作用 谁知最后醒不过来了 突然呢 从最初呢 医生诊断为精神病啊 但是呢 发觉越来越不像啊 很快就转送这个内科病房了 眼见自己女朋友病入膏肓 但是爱莫能助 身为男友的斯蒂芬 和曾祭詹的家人非常担忧 悲痛之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 我找到妈妈写的一张记事卡 这么大张的 她就写着 就是四次脑部扫描 三次抽骨髓 无数次的X光和咽血 继续写着每一次都要签名 做检查 但是每一次的结果呢 都说不知道秉音 她写着每一次做检查 要她签名的时候 她的心情啊 都好沉重 好沉重 但是呢 差不多在我昏迷四十天之前 大约一个礼拜呢 医生对妈妈说了 所有检查都做了 我找不到病因 最后有一个方法啊 或者试试 可不可以找到原因啊 就是开脑 开脑 不过呢 在这个二三十年前 当时呢 做脑部手术啊 医生说会有一半机会 会死在这个手术台上面 有一半机会 会离开人世啊 就是说 开脑呢 惨了 女儿有一半机会 会死不开的话 只是躺着 怎么办呢 又醒不过来 又继续昏迷 那又可能会变植物人嘛 医生说过了 好为难的 我想啊 这是个十字路口 也是人生交叉点 应该怎么走 我不知道妈妈 怎么走过这段时间 真的很难接受啊 当然呢 看到她家人来得很伤心啊 那个时候呢 只有祈祷 求神开路 我呢 就只有做一个 做一个 一个守护者了 希望在她 生病的时候呢 就尽量陪她 陪她的家人 希望能够跟她 度过这个困难的时间 我知道我爸爸好疼我 但是 他不太 有勇气来看我 听说啊 每一次他来看我的时候啊 他都会 哭得好厉害 到要开脑 妈妈就继续祈祷 但她心里没有平安 她说 我不想女儿 做这个开脑手术 我在 等 等神机出现 原来 曾奇珍 自幼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父母都非常爱主 两个哥哥和姐姐 也先后成为牧师和传道人 他们深信 祈祷 仰望神 能够面对这个困境 我当时在菲律宾当牧师 当我们知道这事实很震惊 但是 没有办法回来 因为 只能靠书信来往 也没有电邮之类的 我们都觉得 人没有办法 只有在书信中 彼此鼓励 靠祈祷 我们相信 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我们就坚定地信靠神 我觉得 她的家人 完全没有放弃了 他们对神是很有信心的 她相信 神能够帮助他们 我在 医院的那一百天内 姐姐当时怀孕 她挺着肚子来看我 为我祷告 妈妈常常说 我们的能力好有限 我又祷告 那么我看到她妈妈 就 每天去看她 那么她是一个 很坚强的基督徒 也都给我很多的鼓励 虽然大家都很无助 那么我们只能祈祷 求神开路 真的看不到前路 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 每一次去探望 情况都越来越差 夜深 天色 已至迷梦 我读过 屋室 徒告 努力 向前行 谁能 解开 我 抚棍 唯有你 能安慰 我的心 虽然情况没有好转 但是 曾秦珍的妈妈 仍然对神 无怨无悔 忠心爱主 她的信心 成为家人和朋友 很大的激励 妈妈告诉我 她每天早上起床 她会上山 做运动 打太极拳 然后回家 吃早餐 祈祷 读圣经 每天都这样 因为她说 要有 好的身体 也要有 有 好的 灵性 就是和 神的关系好 告诉神听 她心里的 担心 心中的 忧闷 她要告诉神 然后 求神 让她有力量 来到 来探望我 也求神 医治我 曾伯父 伯母 其实他们两个 都是很 很虔诚 很虔诚的 基督徒 曾祺真 生病的经历 他们一直都说 我相信 神是有恩典 神会救她 假如神觉得 她仍然能为神 工作的时候 神一定会 让她痊愈 我觉得她是 忍着眼泪 知道 要向前走 向前走 这条路 怎么走 她不知道 不过她知道 神会带领着 因为我 病好之后呢 时候呢 她不断 不断 告诉我听 帮助她 走过 这么长的日子 有三段经文 第一节经文呢 在 约伯纪 那里有一句话说 赏赐的是 耶和华 收取的 也是 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我知道妈妈 已经 肯定 其真是 神赏赐给 增加 第五个小孩 如果神 要拿走我的女儿 就拿走吧 如果神 要留下我 就让我留下 无论这个结果 是不是她求的 她的女儿 要离开 但是她都愿意顺服 因为我知道 我女儿是属于神的 就算她离开 神也有她的计划 其实这是很难的 我觉得 以人性来说呢 有谁可以接受 家人 生病 或者离开 就算这个经历 就算能病好 过程仍然是很 很难接受 这个真的是 很好的考验 你对神的顺服 有多大 第二节经文 很帮助她的 在耶利米埃歌中 提到 每早晨 都是新的 所以 每天 一睁开眼睛 妈妈看到的是 有新的希望 新的一天 第三节经文是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我虽行过死鹰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妈妈提醒我 神有丰富的预备 神也都会带领我 走过死鹰的幽谷 不用惊 不用怕 那所以 这三节经文呢 直到今天 仍然 铭刻在我的心里面 当妈妈拒绝 让女儿接受脑部手术 医生又一筹莫展的时候 奇迹就出现了 医生偶然看到一份 旧医疗杂志 提起一种药 而那种药 很可能帮助到增弃针 于是呢 张医生给我吃了这种药 我就吃了两颗之后呢 就醒了一下 人醒了一下 那于是呢 他就停了 不给我用 那我就昏了 又昏迷过 他就再让我吃 我知道啊 我八月四日就醒了 就这样醒了 最初他醒来呢 就不认识我 很多呢 最基本的这个事情要学啊 要学走 学讲话 学吃饭 当时呢 作为男朋友啊 我当然要鼓励他 帮助他 之前最艰苦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赵伦呢 就是他先生呢 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呢 那但是呢 也是不离不弃了 我很欣赏 他的先生的 就是说 就是还是守护着他 还是等候着他 很奇妙啊 情况进展的就很快啊 那么很短的时间呢 他复原很多啊 恢复得很快 那么也很快地找到工作啊 很感谢神啊 虽然是一段很艰难 很困难的路 但是呢 这条路呢 要不是 要不是神的带领啊 我们走不下来 给了我们一个 很活很活啊 活生生的见证啊 神是行骑士的神 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啊 当生命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呢 当人做不了什么的时候 你要有信心 神会带着你走这条路 历史上 央街的建造 本意是着眼于军事上的用途 随着时间发展 今时今日 沿着央街向北行走 附近一带已经有很大改变 很多地方已经发展成为 完善的新兴卫星城市 走过死亡边缘的曾祁珍 经过严峻的生子搏斗 他的人生录像 待人处世 也得到新的启发和更积极的使命感 神许可我的病发生 神要磨练我 在我没病之前 我有些骄傲的 虽然我未必让其他人知道 但是我心里呢 觉得自己好优秀 我是一个社工 一入行就找到一份这么难 这么有挑战的工作 我好能干呢 很多事情啊 靠自己就行 我想上帝啊 要打碎我这些骄傲 当我们一切都顺利的时候 人们以为靠自己就行了 这都是自我的夸耀 以为靠自己就行 那其实呢 一切都在神手中 所以我相信呢 其真这个患病的经历呢 让他呢 能够彻底地放下自我 完全地投靠神 我笑上帝啊 把我打得半死 我想如果啊 我只是昏迷三天 或者大病三天就好了 可能啊 心里仍然是这么样的骄傲的 所以呢 上帝啊 就给我四十天 他要我当个社工 以主耶稣基督为榜样 叫我要谦卑 相信这个病 对他来说 是很大的提醒 其实人生呢 一切呢 都是不是偶然的 我们能够活的一天 都是神的恩典 上帝给我们的 能力啊 采干啊 金钱 时间 用得恰当的话 就有一个满意丰盛 灿烂的人生 如果更能够造福其他人 就更加美丽 师弟受冲事 以福分 我要发光发 以作主爱的光与谣 要用良善和目 信实人爱 年文光 故结出主爱的果子 守无愉快 并要捉到 靠捏拍掌 击鼓号 各声就出乐章 要用无尽行动 证明凡事这恩之中 每一刻赞众主我 这个病对他来说 让他清楚人生的服侍的方向 那不单是他的专业方面 当社工去服侍别人 他特别关心有心灵需要的人 所以他经常说 没有人知道下一秒钟会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他活得的日子有多少 一次的相遇呢 可能是唯一的一次了 所以啊 他每一次帮助人 都是很尽心尽力的 曾祈真的经历 不但令人鼓舞 他的见证更让有需要的人 得着无限的安慰和鼓励 我听他的见证 真是不容易的经历 甚至家人和他身边的人 但是当他经历过了 其实在他后边也有不同的人 可能经历的不一定是昏迷 可能是癌症 遇到是生死边缘 或者是遇到人生低谷 那我想神都借着他这个经历 就是如果有别人在死亡边缘挣扎呢 他会很重视很热心 又很有热忱的去帮助这些人 这份的冲劲和热忱呢 能够成为在低谷中的人 很大的支持和盼望 昏迷了四十天呢 醒过来 重新地学走路啊 讲话 吃饭啊 还有什么丢脸的事没有做过呢 有什么难处没有试过啊 所以啊 每一个人听到他的笑声和他的见证 都自然而然得到很多正能量 愿意放下他们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执着啊 都愿意尝试 踏出一步来克服自己的问题 神啊 让这件事情啊 发生 一定有他的这个心意 让他康复之后做见证 神一定有他的意思的 一条远远流长的央街 虽然周边环境都正在蜕变成长 新市镇也不断兴起 但没有减少央街的重要性 他依然是城市的轴心 曾祁珍昏睡整整四十天 虽然家人昼夜担忧 但没有减少他们对神的信心和倚靠 神最终让曾祁珍从昏迷中苏醒 又叫他重新活出一个 有基督生命的社工 上帝救了我 所以我告诉自己 我要做一些事 来报答上帝给我的恩惠 上帝给我的恩典 从一些我认识的 他服务的对象的口中啊 都啊听到称赞说啊 他真是很好啊 这位姑娘 这位曾姑娘啊 我看到这个就是 神让他在生活里啊 怎样去见证神的伟大呀 那么在与人接触的时候 有基督的心香之气 能够把神的爱呢 彰显出来 你就是一个 关心人的社会工作者 在我的工作中啊 我刚能体会得到 人生是好无常 无助无奈 不过 有耶稣 就有希望 得帮助 没有人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人生路 生命虽然无常 但是主耶稣可以给我们倚靠 又盼望 如果你也想让主耶稣带领你走前面的路 就请你打电话来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到我们的网站 我们很愿意和你有更多的分享 愿神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人生有祂 就必定快乐 永不离开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 就永远不变